那天就是在Nephas上被阿凡達燒到 好多人都是希望見康平安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超巨大的澳洲原始食物掛櫃 So so delicious 我講到蘋果是不是 第一次他澳洲人正面起衝突的事情 Garden City現在有這個新年許願的活動 然後大家就在上面寫了自己的新年新希望 好多人都是希望就是健康平安 然後這裡這些都是 今天是澳洲國慶日就是1月26號 然後我們那天就是在Nephas上被阿凡達燒到 想說今天來看一下阿凡達 但是雖然我們剛剛在家已經就是有訂好 就是進去看店要吃的東西了 可是我還是覺得超厚的 所以就想說先來Food call買一點東西吃 結果沒有想到有一些店家有收search 然後有一些店家就沒有收search 所以大家如果說在澳洲的國定假日 要出來買東西吃的話 如果你不想要花這個search 這個是越南春捲 它只有台灣麵線 它只有台灣麵線 好吃嗎 好吃嗎 這是我最愛的 我們已經三年沒有看電影了 好感興奮 最後一個人來看電影 而且還是夠了 好感動 曖昧 你一定不會看電影 好感動 瓜哥 有東西 你可以想要加誇會 你会被售成歌一位 在我們旁邊 一大猴子保持所有的孩子 在我們心中 我們剛剛在Wang Kong吃完飯 然後我們兩個的興趣就是 探索這附近的Town House 現在看到一個蠻舊的Town House 可是環境很好 你喜歡這個Town House嗎 我喜歡外面 看著他們的美觀園 好處 好處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超巨大的 澳洲原始植物 Gras tree 這個植物他又叫做 black boy 因為他在森林裡面 就算被大火燒了 他也不會死 他就是變成黑黑的 給大家看一下澳洲的植物Grasse Tree 早安大家 幾個禮拜之前啊 發生了一個我來Brisbane以後 第一次和澳洲人正面起衝突的事情 那這一件事情我告訴了我的同事朋友 大家的想法都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然後請你們告訴我 如果是你們碰到這樣的情況 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前情提要是澳洲的垃圾桶有分三種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綠色紅色還有一個黃色 紅色呢是general bean 就是你所有的垃圾都可以丟在裡面 綠色的部分就是像雜草啊 樹木這些跟花園有關 黃色的話就是recycle支援回收 那大家現在看到綠色打開就是代表說 綠色剛剛已經被垃圾車收走了 那在Brisbane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你的家具每個禮拜就會收一天的垃圾 通常是紅色搭配黃色啊 或者紅色搭配綠色 當天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子的 那一天就是紅色的病已經被垃圾車清走了 所以紅色垃圾車基本上就是乾淨的狀態 然後我這個人呢又有一點潔癖 所以我通常會在垃圾車把垃圾清空之後 去洗那個垃圾桶 那一天清完之後 其實我印象中那個紅色的病的蓋子是關著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兩個澳洲人開車經過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直接把垃圾往我的病裡面丟 那反正anyway 就是他丟的那一剎就被我看到了嘛 所以我當下其實是很猶豫的 我到底要不要care他們這個丟垃圾的舉動呢 第一個念頭就是 好啊先去看他們到丟了什麼東西 我過去看了之後呢 就發現他們就是吃到一半的那個subway 然後裡面有生菜麵包肉啊 用紙袋就隨便包包就丟在我的病裡面 那這個對有潔癖的我來說 其實就是很難以忍受 因為現在是夏天 如果說垃圾你沒有用塑膠袋包緊的話 他就會置身非常多的蒼蠅 那如果說只是把他垃圾撿起來 丟到我家的垃圾桶 我又不想要這麼大費周章 所以我做了一個很驚人 連我自己都無法想像的舉動 就是我把他的subway拿起來以後 然後他的車就是停在還不遠的地方 我就直接把那個subway丟回去他的車子 然後那一個男人就跟我說 Really?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你把這輪色丟在我的病耶 結果你們插毀我什麼 Come on, it's just a bing 我心裡面就覺得 這不是一個public bing 這是personal bing好嗎 總而言之呢我就很生氣了就腫掉 那後來呢我就把這件事分享給我的同事知道 因為我想知道他們澳洲人遇到這種事情 會是什麼解決方式 第一個我就告訴了我的老闆 然後他其實聽到一半的時候 就知道大概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開始嘴角揚起微笑 我講完以後他整個哈哈大笑 然後他就說你真的很有種 如果是我我可能就算了 他也不會就是一個垃圾而已 可是我就說 現在夏天有很多蒼蠅啊 然後他就說 但你有沒有想過他們可能半夜來你家炸雞蛋 這你都不怕嗎 然後我就說 有啦其實我心裡也是有擔心一下的 不然呢我就告訴我另外一個澳洲女生 然後他澳洲女生就說 齁這些人真的很壞很沒水準耶 那是一個私人的 並又不是public bing 他怎麼可以這樣隨便亂丟 你真的做得很好 可是啊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不敢把這個垃圾丟回去 其實我想一想 大家的想法好像其實都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這件事情很小就算了 但我一剛開始的想法好像也是覺得 啊這件事情很小那就算了 如果說他們之後來找我報復 該怎麼辦呢 重點來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分享這個故事的原因 我發現近年來不管是在社群 或者我自己遭遇的事情上面 很多時候如果說我們吃虧了 自己第一個念頭或者身邊的人 會給出的建議就是 算了啦這麼小的事情 你訴諸法律行動啊什麼 可能也得不到什麼賠償 但是如果他們報復該怎麼辦呢 這幾天我就一直心想啊 到底為什麼我們現在遭遇損失的人 還要因為擔心別人的報復 而無法為自己的權益受損而主張呢 是我們這個社會變了嗎 在鏡頭前面的各位 如果是你們的權益受損了 你會覺得說 啊算了啦 如果他來報復 那該有多糟 還是你會努力的為自己討回公道呢 分享給我知道吧 我們家剛剛不是沒電嗎 原來是因為他們正在換電線桿 亞洲的電線桿啊 通常都是水泥做的 可是我們這裡大部分都是木頭 然後一段時間以後 左邊那個它現在就是非常的細 然後被腐蝕了 所以他們就要換一個新的 在電線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